毕书靖出道多年有着许多经典歌曲 受到不少粉丝喜爱 但近期就有网友发现有一名男子 在大街上放着板子 控诉毕书靖狼心狗肺 当初毕书靖无路可走 他便带着毕书靖来台湾发展 但不到一年毕又被公司踢回大陆 只能待在工厂工作 后来毕苦求他带自己回台湾 他还决定给毕第二次机会 还出前出力照料他的日常生活 但现在他功成名就却完全不管这名恩人 该名男子还透露自己抗争许久 没想要却受到恐吓 无奈直呼没想要毕能狠心到这种地步 同时他还加码爆料 毕只要喝了酒就想打人 让他生气大骂 这种人还能在台湾混 真是台湾不幸 关于该名男子的控诉 毕所属的公司则未做出任何回应 但已经在网上引起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